那么今天走的比较长一条隧道是可以达到5760米 就是五公里多长的这样一条隧道 所以这也是耗自比较大的一个原因 所以说600多公里的长度就花了200多人民币 因为这个地方修路要比其他地方要困难一些 是这样子 这段高速的名字就是我们所谓大云高速 名字也特别的 虽然说是取了山西两座城市的一个名字的开头 但是这个名字是特别的好的 大云高速 因为人们我们经常讲说来的山西之后 我们明天要行大运走大运 因为我们走的这条路就叫大运的名城 所以说也祝愿大家的话 在我们生活当中能够行大运走大运 那这个上了高速之后 走一段我们就会看到另外一种不同于市区的一种地方 叫黄土高原黄土高坡 可能大家现在在我们车窗的左侧吧 你就能够看到一些那个黄土山 需要擦一下玻璃 因为这个师傅可能 对师傅可能有开一些那个暖分发压了 但是现在你看这花很多山洞 对对对 它这个黄土山上边我们能看到有洞的地方 这个就是黄土高原的地方 对有洞的比较大的洞 那个就是原来的窑洞 就是原来的窑洞 就是现在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人去住了 因为那个年代来讲就是说很多人比较穷吧 也没有什么钱去买这些建房子用的什么泥土啊 沙子啦砖啦之类的就想了一个办法就在这里边山上边挖一个洞这样去住 而山西也可以挖窑洞的原因 主要是有两点 一点就是这个土质有关 我们这样黄土的直立性特别好 大家虽然说看到的就是土山 你会发现有的山是很高 但它直直的齐齐的 所以说它黄土的直立性很好 不是那个非常松软的那种土质 另外第二点就是说这个地方来讲呢 它很少下雨 很少下雨 对大家可以思想一下 如果说土质在好 经常下雨 它也要冲它下来的 冲它掉的 这是窑洞可以存在的两个原因 像窑洞呢 保留下来比较多的 谢谢大家